正确的步伐将增加羽毛球比赛中动作的连贯性、灵活性 初学者一旦掌握了基本步伐的动作要领 必将如虎天意,步步为盈 中前肠接杀接吊的被动步伐 我们先让运动员做一个演示 准备姿势 先做两边主动上 起 这是正手的上满黑球 反拍上满 戳 在上满前 启动步伐 是第一步 准备姿势以后就是启动 启动 用一小步调整身体重心 为下一步的命步 夸做准备 好 请 好,这是一个动作完成的一半 就是完成几球动作 这时候大家看 这是主动上满 机球 这里面我想给大家提出一个提示 就是 这个腿 完成动作时 呈弓箭步的稳定 脚尖 右脚尖 是朝着 机球方向 所以我们说 它有几个 层一线 脚尖点 弓箭 弓箭步的方向 一点两点 以及 手臂 拨拍 和机球点 拍面 机球点 这是一个方向 应该是相对的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么还有一个同样的方向是 头部 包括眼神 眼睛的方向 判断的方向 是朝着这个 机球点的 也是一个方向 左手 自然的 完成动作时 自然的 向后 自然的 放松 以得到 身体 左右手的 平衡 身体的 重心的 平衡点 在 弓箭步的 两腿 中心 身体保持稳定 有利于动作的完成 好 进度回动 那么 反方向 反拍上往 动上往 也是同样的过程 但是 它多了一个 启动后的 转体 这个动作 启动 以后 转 一个小步 再并 多了一个 方向上面 转上 好 准备 起 好 回来 下面 我们对 接杀 接掉 的步法 做一个接手 开始 正手接掉 反拍接杀 反拍接掉 正手接杀 再来 反拍 接掉 反拍接杀 反拍接杀 这手接吊 好 反拍接吊 这手接杀 好 在这一段的步法中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总准备 就是 一直保持一个身体重心的地位 三肢 爬 窗 背 握 的 风 半采 渡 深 踢 身体重心的 帎 蹬 跨 跳 但是不管用哪一种形式 它都要求 肌球那一扇呢 要保持身体的稳定 让持牌手准确地完成动作 这是关键的要点 那么大家在练习中 要注意这两方面的区别 主动 被动的区别 那么就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希望大家 多在这一方面 进行练习 好的 今天这一节课就说到这